我想问一下杨超越 小杨同学 金老师说 人生中要有很多 勇敢说不的时候 最近有某一件事情 想让你说不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前两天还在跟我老板说 我说我得留点时间休息 我有点太累了 然后我就说 也没有说明确说不嘛 我就是只说 想要调整一下工作的安排 想要调整一下工作的安排 对不对 对 忙碌中也像有一些 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也知道 小杨同学的新系 马上就要在腾讯视频开播了 在这边也祝收视大吉 谢谢大哥 谢谢 轩怡 上一次 你想说不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啊 跟超越有一次拍 新的综艺的时候 也是一样吧 我觉得就是 得让自己缓下来 然后重新出发 有一个短语说得很好 他说我们人生像一个加速的一个车 然后我们只知道踩油门的话 有的时候会损伤这个车 适当地按一下刹车 停下来看看沿路的风景 要勇敢地说服 谢谢 谢谢軒怡 字幕志愿者 杨棍和声